生肖及生肖暑机的人个性上虽然非常的谨慎 但是他们却非常善于理财 天生就对数字特别的敏感 而且对财富有着不一样的执着和追求 在10月1日0.2日0.3日生肖暑机的人财气逼人 他们进入到今年运势得已翻身 尤其是在财运方面生肖暑机的人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而且还有财神爷亲自在背后给生肖暑机的人撑腰 注定要让他们发财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都有贵人的出现 帮助生肖暑机的人克服困难解决困难 所以有这样的好运势 生肖暑机的人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 在未来的66天里必定能够得到横财无数 富贵无数 希望生肖暑机的朋友能够在赚钱之余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财运才能够不断地增长 不断地上涨到时候遍地都是黄金 处处都是财源 生肖暑鼠蛇的人心思比较细腻 而且他们的性格比较多余 所以生肖鼠蛇的人也是一个特别善于理财的人 再加上他们头脑特别聪明 特别适合做一些投资项目 在10月1日0.2日0.3日生肖鼠蛇人得财神爷亲自撑腰 也会有财运的到来 在生活里生肖鼠蛇的人也会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所谓家和万事兴 你家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财去自然越来越多 10月1日0.2日0.3日生肖鼠蛇的人急心高照 再加上金贵急心入命 紫薇即将到来生肖鼠蛇的人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喜事发生 财富会接二连三地到达他们的身边 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跟随着自己的家人发横财 赚大运富贵花开 人人有喜 生肖牛生肖鼠牛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老实肯干的人 特别具有艰苦奋斗的身份 进入到9月份之后生肖鼠牛的人整体运势其实非常的一般 财运一般 事业运一般 但是生肖鼠牛的人跨过了9月份之后运势就开始急速的上涨 不管是财运方面还是事业方面甚至是桃花运方面 生肖鼠牛的人在10月1日0.2日0.3日如果能够更加努力一些 对自己的要求更加高一些生活自然会越过越好 有了财神的庇佑 急性的到来日子自然也会越来越红火 这样的好运气实在惹人羡慕 生肖马 生肖鼠马的人个性不但特别的活泼 而且弱势非常的积极 他们在性格上是属于那种说一不二脾气比较暴躁类型的人 但是进入到今年之后自己暴躁的脾气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圆滑起来 而且在10月1日0.2日0.3日内生肖鼠马的人有财神爷的亲子撑腰 再加上自身财气逼人 命宫中还有紫薇和金贵急性的到来 这就意味着生肖鼠马的人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有这样好的运气 如果能够努力一些 奋斗一些 将来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